今天我们来聊聊史上第一宅女,究竟有多宅呢? 关键还坐拥数亿资产,根本不像个亿万富豪该有的生活。 他们是财富的孩子,银行卡里的数额让绝大多数人都望尘莫及, 他们挥金如土,日常就是买买买,住豪宅,坐游艇,开party。 而美国却有着这样一个富二代,她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小女儿, 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过亿身价,名下有属不清的豪宅和庄园, 却甘愿窝居在一栋公寓里,守着巨富,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, 就这样度过了八十多年的岁月。 呼格特·科拉克,1906年出生于法国巴黎, 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美国铜矿大王, 他的住所是整个蒙大拿州最豪华的建筑, 而在所有的孩子中,他最宠爱的就是小女儿呼格特, 从小为他提供最好的教育, 希望把他培养成最美丽优优雅的淑女, 生活得像童话般美好, 然而生活不可能永远像童话一样美好, 呼格特人生第一次重大打击,不弃而至。 陪伴他一起长大的姐姐安德里, 在17岁那年因病去世, 失去了最最亲爱的姐姐, 然后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, 他尚未从失去姐姐的痛苦中走出来, 接连又要面对从小最宠爱他的父亲的死亡, 除了留给他一笔巨额遗产, 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来保护自己脆弱无助的孩子。 但对于呼格特来说, 再多的财富都没有意义, 为了转移亲人接连离世带来的痛苦, 呼格特把自己所有的爱和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洋娃娃身上, 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, 沉浸于自己世界的呼格特在20岁那年遇上了威廉高尔, 但当时他只是一个周薪30美元的银行小职员, 尽管身份差距悬殊, 呼格特却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, 上演一出富家千金爱上穷小子的戏码, 并且不顾家人反对和媒体关注, 执意嫁给了他。 这段被所有人都不看好的婚姻只持续了两年, 而呼格特的丈夫在离婚前狮子大张口要走了巨额的离婚补偿费, 自以为遇到真爱却惨遭背叛的呼格特对生活彻底心欢意冷, 年仅23岁的他由此逐渐退出了社交圈, 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, 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, 这一待就是八十几年。 看来宅女的背后也有很多悲痛与不为人知的故事啊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